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等待在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3年10月1号 这一期咱们聊一聊这个理财 今天啊,每日经济新闻刊的那篇文章 文章的题目啊,叫 一万元亏了两千多 还好意思收手续费 为啥银行理财也会亏钱 专家解读 什么意思呢,就是今年以来啊 实际上从去年以来,去年就已经这样了 那今年更明显,理财产品净值啊 波动越来越大,导致了很多投资者啊 对于这个所持有的银行理财收益 表现产生不满情绪 很多人本来就认为 我跑到银行去买的理财 居然还能赔钱,没有天理啊 关键赔钱了,你还要收手续费 更没有天理啊 所以这个心理就不平衡了 就有这个怨气 我们看看这个报道是怎么说的啊 说啊,银行理财又被吐槽了 一万元亏两千多了 前几天受不了卖了 一位购买了银行理财的投资者对记者表示 最近就没有哄过 银行理财真的垃圾的可以 记者注意到 今年以来,理财产品净值波动加大 银行调查发现 有中低风险银行理财近一月 净值斩跌幅在负的0.04%到震的0.04%之间 而高风险理财产品近一月 净值斩跌幅在负的1.37%至1.73%之间 记者从溥义标准读家获得的数据显示 今年1到4月理财产品兑付收益 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 其中4月平均兑付收益率达全年最高3% 此后收益率有所下降 截至8月 全市场平均兑付收益率为2.69% 2.69%你说你把钱交给银行去理财 你是图什么呢 这还没说赔啊 就是赚了2.69% 2.7%都不到 你要是10万块钱 才多少钱呢 两千六百块 理财产品预约赎回时到亏钱 月月宝不会再信你一个标点符号 一个月本金1万赚1.87元 一位购买了某股份制银行 R2级理财产品的投资者吐槽 预约赎回那天已经倒亏2块钱了 这两天好不容易赚回本金 买理财没赚到钱的例子并不少 有同样经历的并不止这一位投资者 同样购买了该行 一一个月滚动持有理财产品 月月宝的投资者 也表示最近几天一直在亏 但是总的没亏 他向记者展示的月月宝收益明细显示 9月5号至11号都是亏损状态 每天亏两三块钱 那这个理财产品净值波动加大 主要是什么原因呢 说主要是因近期债势调整 债券收益率整体上呈善行趋势 债券价格受到压制 引发主要投资于债券市场的银行理财产品 净值向下波动加大 而债势调整于近期的房地产政策优化 存款利率下调 存量房贷利率下降等多个因素有关 你看看 这个存量贷款利息下调 最终买单的是银行的这个储户 还有这个债券的持有人 债券理财的 银行只是个管道 只是个渠道 它是汉老保守 验过八毛 这一段是安接贷款 那一段是理财的 出钱的 安接贷款这个 要给人家让点利那你这边出钱的 理财的 储户都得割入 羊毛出在羊身上 不会出在银行身上 所以现在就知道了啊 给这个存量房 这个安接贷款 让利的 它不是银行啊 是理财投资者和这个储户 储户的存款利息下调了 我们看他怎么说的啊 不过固收类理财产品一直以来以稳健著称 记者注意到 以月月宝为例 风险等级为R2中低风险 亮点之一为稳健策略 择优配置高等级信用债 在产品介绍上显示 该理财成立以来年化收益率为3.1% 近1月累计收益率为0.02% 期间存在收益为负数的情形 中低风险理财产品一直以来被认为是 虽然收益少但是可以带来正收益 这种观念正在被打破 中低风险银行理财产品正呈现出负收益现象 投资者对于银行天然的信任感 正在被慢慢消耗 实际上去年就应该消耗了 去年10月份开始 是不是银行理财那些债券基金居然赔得暴跌吗 把两年赚的钱都赔掉了 最后本金都亏了 投资者买理财1万元亏了2000多 还好意思收手续费 2021年9月买的 前几天卖了1万元亏了2000多 还好意思收我手续费 因为购买了某股份制银行 代销理财产品贷 资深投资者对记者表示 曾经热衷炒股的他 风险承受能力相对较大 不过也想买理财产品来对冲股市的风险 记者注意到 该理财产品为R5级高风险 100元起购 1000余人购买 亮点包括 惊险明星产品 上功能手 投资团队经验丰富 投资团队超10人 平均从业年限7年 这些都是包装 不要相信 什么明星基金经理 什么明星投资人 都是包装出来的 为什么要包装呢 实际上把它包装出来之后 就成为一个引流 就是成为一个广告效应 他推出来的这个基金产品 就好卖 很多人就愿意认购 所以每个大的基金管理公司 他都会包装这个产品经理 明星基金经理 明星投资人 而且他分赛道 分行业 细分行业 比如医药领域包装一个 新能源领域包装一个 买的纯权益 当时信了银行的能力 大概就没哄过 该投资者向记者展示的购买记录显示 买入时点的历史收益率还是正的 到卖出时历史收益率已经变成负22% 这1万块钱已经赔了2200了 不仅没赚钱 本金还赔了2200了 至于被投资者吐槽的手续费 记者注意到该产品在买入时需支付1.2% 申购费 赎回时按照持有期的不同 也要支付相应的赎回费率 持有期不足730个自然日需支付1.5% 或0.75%的赎回费 不过持有期在730个自然日以上则不需要支付赎回费 该产品常见问答中也解答了关于保本和本金亏损的问题 R5级属于高风险理财产品适合A5的客户购买 不过根据理财新规要求 理财产品均不保证本金 另外收益受资本市场影响会有波动 建议长期持有 对啊 长期持有嘛 你只要不卖 你就把钱放到银行理财 到死了 你也不卖 那总有一天它会挣的 但是这钱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实际上你把钱交给银行的时候跟你没关系了 这钱你又花不了 就是个数字 连死的时候带着这个数字走了 走了走得很安详呢 超7成理财产品能带来正收益 今年初银行理财产品收益回暖 但是4月后又呈现下降趋势 记者独家获得数据显示 今年1到4月理财产品对付收益 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 其中4月平均对付收益率高达3% 此后收益率略有下降 截至8月 全市平均对付收益率为2.7% 这个溥义标准研究员陈雪花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从不同风险等级来看 R2级产品的对付收益率最高为2.86% R5级产品收益率最低为负的0.4% 其中R1和R2级产品 今年前8个月表现相对平稳 R4级产品 自5月以来 对付收益率整体呈现下降趋势 R5级产品下降最为明显 今年以来 很多投资者都购买了银行 银行理财收益率表示不满 那么市场的真实收益水平如何 记者独家获得的数据显示 截至今年8月 R1、R2级理财产品 平均兑付收益率为2.65%到2.86%期间 R3级在1.3%左右 R4级降至0.4% 风险更高的R5级理财产品 则降为-0.4% 就是赔钱的 整体来看 从今年2月以来 超过85%的产品 均能为投资者带来正收益 陈毅雪花对美金记者表示 其中3月到8月 正收益产品占比 更是超过90% 正收益什么意思 就是收益率0.01% 也算正收益 那你说何苦呢 你把村银行踏踏实实的 你为了博 实际上你只能挣0.01% 你还交手续费 结果你一输回 发现自己还赔钱了 从上表可以看出 今年以来 超7成理财产品 能为投资者带来正收益 进入2月以后 每个月为投资者带来正收益的理财产品 占比准超过8成 这个8成的正收益理财产品 如果把收益费扣掉 把赎回费扣掉 恐怕是负的 收益下行趋势 结后或有改善 不过记者也注意到 8月以来 理财产品净值波动加大 记者从溥义标准获得的数据显示 8月和9月 理财产品7日 年化收益率分别为 2.24%和0.79% 近1月 年化收益率分别为 2.97%和1.18% 产品收益 呈现下降趋势 针对许多投资者 近一个月 中低风险理财产品 呈亏损状态 或收益极低的情形 溥义标准研究员 李霞 对美金记者表示 理财产品收益偏低 和其投资标的有关 中低风险产品 底层资产配置 以债券存款为主 近期国家出台了 一系列房地产政策 政策不断优化 加之资金面收敛 债市走势整体偏弱 近一个月 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 债券价格下跌 从而导致理财产品 净值下跌 值得关注的是 很多股市投资者 为了对冲风险 转投入银行理财的怀抱 购买中高风险理财产品 但是近期中高风险 理财产品表现不如人意 中高风险产品底层资产 配置以股票为主 8月28日 樱花税减半征收的消息 股票收益显著 虽在一定程度提振了 投资者信心 但9月人民币贬值 导致外资主力资金流出 引起了股票价格下跌 债券和股票价格的下跌 直接导致了 净值波动加大 收益下行 李霞对美金记者表示 尽管理财产品收益不乐观 但从政策层面可以看到 央行9月15日宣布 第二次将军 宏观经济向好发展 理财产品收益下行 趋势或将在节后有所改善 想法是好的 愿望是美好的 现实是残酷的 大家应该知道 国外有很多资产管理公司 基金公司 他们的财产 资产是全球配置 全球的股市 全球的债市 它是全球配置 那么有很多媒体报道 这些全球性的基金 资产管理公司 只要它没有配置 中国的股市 股票 还有债券 那么他们都是赚钱的 投资了中国股市和债市的 都是赔的一塌糊 典型的就是贝赖德 赔了30% 还有其他的 人家都说了 尼日尔这样的市场 他都赚钱了 结果中国给他上了一口 这个报道就结束了 就这么长 银行理财 实际上是什么低风险 高风险 银行理财 它把你的钱拿过去之后 大家知道 它就三个方向 一个是存款 搞什么结构化 存款 怎么弄的 咱也不清楚 第二个就是债券 银行就是 咱们资本市场 A股 发的那个债 银行是主要的 购买力量 它怎么购买 它就是发的理财产品 就是你们把钱给银行 不是存款 是买的理财产品 他拿这个去 买那个二级市场 那个债券 还有国债 这都叫债券 第三个头像 就是股市 它就三个方向 把这三个方向搭配 你全投这个结构化存款 这个好像太死板了 那个风险是低 但收益率又低 所以它大一点 这个债券 债券收益率又高一点 这么一搭配 它叫低风险 叫稳健 高风险什么呢 就是它主要是 以股市为 这个投资标的 再大一些债券 这样风险比较高 然后还有三者混合的 叫混合型基金 还有两种混合 对吧 它设计中不同的产品 然后让你来买 它分级 分着R2 R1 什么的 A1 一大堆的 然后它对你进行测试 你要买理财产品 它对你测试你是适合哪种风险的 你是稳健型的 还是什么 叫积极进取型的 你适合高风险 你还是适合这种低风险的 你别管它什么风险 总之它头像就这三个方向 搭配而已 还有很多股民啊 自己抄股不行 赔了一塌糊涂 然后他去跑银行理财 买这种叫高风险的 刚才也看到高风险的事件 就是它主要是投向股市 一部分投国债 你自己抄股都赔了一塌糊涂 你指着银行去买股票 能赚钱是吗 所以说你看 自己在股市赔了一塌糊涂 然后跑银行买理财 又赔了一塌糊涂 一万块钱赔的就剩 7000多 赔的20%多 就是道理 这里我说一下 他有很多人跑到银行去买理财产品 他天然的以为这个就是银行的存款 跟你银行有关系 他不知道银行有很多产品 它是贷卖 当然也有好多银行自己发的 混合金什么基金 但是那个量很少 银行更多的都是 就像菜市场一样 那菜都是菜农摆在那卖 它只是提供一个市场 你投资者跑到菜市场去 你以为你跟菜市场买的菜 就是菜市场 其实不是 是菜农在那卖菜 菜市场恐怕也有自己部分的产品 够在里面卖 然后这个推销的人 就是顾问 那是菜市场 所以等到你跑到银行去存款的时候 他就会跟着你的表现 他会推荐你 给你做工作 让你买什么样的产品 你买什么样的产品 哪个产品它替成多 或者是有利于它完成业绩 他主要就推那个产品 当然了 首先你在自愿 你就认出了某一款产品 那也行 你买 反正买了它有好处 帮它完成业绩 完成它的KPI 它这里面都有话数 它那个话数就让人感觉 金管局一再要求 你所有的产品说明 说明书 宣传 包括你现场销售 话数 你都不能说保本 不能说甘心对付 你要充分的披露 提示这个风险 而且现在销售啊 它就现场要录音录像 这就为了监控 它不能乱说 这个到时候都会存档的 但是呢 厉害的销售啊 即便录音录像 它还可以暗示你 就是它通过各种方式 各种手段 在心里暗示 这个是银行的产品 你不会赔的 但是它也不说 不能抓住把柄 它一个劲的暗示 让你自己感觉到 这个就是银行的东西 不会赔 怎么会赔呢 银行都值得信赖 银行你都不信了 你还谁还能信得过 所以很多人呢 老头老太太很多啊 一到银行去就被忽悠了 就去买这个理财产品 结果呢 行情好的时候 赚一点钱 一旦遇到像今年 或者去年的行情 立马 无一例外 都会赔钱 因为它也不是神仙 去年啊 社保基金的可是机构啊 你就把它理解成装就完了 那是裁判亲自下产了 结果都赔了5%啊 那你说运动员 这些职业运动员都要赔钱 裁判也赔了 职业运动员也赔 你说你一个业余的 又不是运动员 是群众你去了 你好得了吗 银行算业余运动员 圈山算职业运动员 剩下的散户就是群众 你说裁判的下产都输钱了 赔了钱 还有谁不赔钱 所以这个老头老太太的 很多投资者一赔钱 他立马找银行 维权去了 说一千到一万都没用 反正我钱做你这买的 我当时你说不赔钱的 现在居然赔着啊 赔了50%了 有很多买那个 叫风险偏高的激进型的 实际上就是投资股市的 那些理财产品 那不赔了个底调吗 有的时候那个 他是代买的 代卖啊 哪个基金公司的产品 那个基金净值回撤特厉害 结果这个投资者就买了 完了 他不找基金公司啊 基金公司他不知道 他就找银行我在你这买的 所以卷着扑开卷啊 跑到银行睡觉 反正你不给我赔钱 我就不走 打持久战 见你们领导 对吧 我在你这买的 我把钱给你银行了 我现在来拿居然赔钱了 这个说到哪都说不过去 所以说银行怎么给他解释都没用 给他看录像没用 反正他就认定了 我钱给你银行了 这时候怎么办呢 这时候这个银行啊 立马给那个基金公司打电话 赶紧派人来 银行啥也不知道啊 你买了什么股票 为什么赔 根本就不知道 他就是个卖的销售这么一个贷卖 那基金公司经理啊 一般经理不会直接出来 这是基金公司 他有客服 就跑到银行来 在那活洗你 给客户解释 为什么会赔钱 买的是啥 哎 投资者不听 我跟你没关系 我妹可妹在你那干啥 我是把钱给银行了 这种事情啊 比比皆是 每一个基金经理 肯定都接到过银行的电话 救急电话 赶紧来 这人在维权呢 你赶紧过来 给人解释 那基金经理肯定不去啊 凭什么我要去解释啊 我只是投资股市 我还管这些人 所以这个基金公司啊 就派客服去 或者派专门的啊 销售 活洗你的去 在这个行情下啊 还有很多人 在给我发私信 问这个问那个 恒大爆雷以后啊 我就一而再再而三 三而四的 对吧 不下几十遍 上百遍的提醒 你把所有的钱提出来 存工行 50万存满的再换建行 50万存满的再换中行 反正这个六大国有银行就存 有人说存不下 我有一千万现金 那你就准备啊 在北京上海 核心地段买房 或者你要不嫌累 那就找十家银行 一家五十万 不够就二十家银行 一次往下存 老有人问 什么圣经银行能不能存呢 对吧 什么河南 什么村镇银行能不能存呢 这些 这个村镇银行 那村镇银行 为什么呢 就利息高一个点 理论上啊 你这要五十万以内 可以存 因为到时候 它就是破产了 这五十万要给的 五十万以内照赔 但问题是你何必呢 为了那一个点 你自己提琴吊胆的 万一你买了那个村镇银行 它到时候对付不了 说要破产 你那 即便啊 一年以后 或者两年以后 把钱给你了 你那两年都在煎熬 何苦呢 就为了一个点 你钱还不多 你就五十万吧 一个点才多少钱呢 你知道你脑细胞死多少吗 你知道有多焦虑吗 我就一点都不明白啊 就这些人就 就为了一个点 问你啊 生金银行能不能存 什么民生银行能不能存 你应该问问你脑子有没有问题 对吧 应该要不要到医院看一下 你问问题都问错了 五十万以内都能赔 问题是那个过程 你能承受得了吗 那个煎熬 如果说五十万对你来说 很毛毛雨啊 对吧 你有十几个五十万 那你无所谓 对吧 这万一赔了也不在乎 很多人他就五十万 他身家性命就这么多 还问支付宝能不能存 什么微信 什么那里面钱能不能存 你说你真是没法沟通啊 都已经说得很明确了 你就存公行 他还有那么多问题 还要问这能不能存 那能不能存 这沟通起来都挺累的 应该把脑子看看 你那些乱七八糟的银行的存款 到期了 立马提出来 存公行 公行如果说爆雷了 那你就不用担心了 反正哪儿都得爆 你钱放哪儿都一样 你换成黄金也没用 到时候黄金停止交易 一指定的价格交给政府 不交 不交就坐牢 四藏黄金跟贩毒是一样 超过五十克千币 你交不交啊 还有超比特币的 你到时候提得出来吗 还有存美金的 存美金你到时候花得了吗 你只要人在国内没用的 你看看俄罗斯就知道了 俄罗斯你说哪个是谁 谁让有美金 你花得了吗 你得按政府指定的这个汇率 政府拿走了 或者你要换 他不让你换呢 跟俄罗斯是一样的 俄罗斯的富豪 有比特币 有这个叫加密货币 但很可惜啊 人家加密货币平台 都不跟俄罗斯合作了 俄罗斯的业务停止了 为什么 自己去看看去 一旦出现极端情况 你那些招都不管用 都得挺枪杆子的 看看俄罗斯发生了什么 你就知道了 所以在这个经济下行啊 就这个时候 风险这么大的时候 还在那琢磨 冒那风险 刀口天雪 就为了多了一个点的利润 去冒风险 你把你投在这个上面的精力 花在你其他的方面 因为理财不是你的特长 不可以肯定 就是你这点钱 你理财你怎么理 理不出来个啥出来 发不了财 所以你不如把你的精力放在你的特长方面 这个特长比更高 更靠谱 因为那方面你专业啊 你懂啊 理财你肯定不懂 你盯着那点利息 你盯着那一个点 人家盯着是你的本金 人家巴不得你把本金存进去 不要取了 对吧 忘了就算了 反正你一辈子不取最好 你这和善交给国家有什么区别呢 比交税还很 最后你一死啊 你这个钱呢 你说给你儿子 给谁 给这个给那个 对不起 你公正了没有 对不对 然后你儿子想去把这钱拿出来 那比登天还难 各种手续 各种证明 缺一不可 相当于交给国家了 说炒股 最近最火的不是深圳的一个私募吗 咱节目也介绍了 那哥们是1985年的 把自己啊 包装的那是中国巴菲特 号称是20岁 他就已经财富自由了 专门教你这么炒股 那装的是盆满钵嘛 小目标那是小意思 对吧 一年挣好几个小目标 结果呢 也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搞不清楚 总之啊 这哥们是不停的在加仓 房地产 房企股票 你想想从这个恒大 唯一恒大为例吧 咱们只是举例子啊 恒大这样的公司 7块的时候 他就在琢磨 便宜啊 这公司 中国第一大分地产公司 业绩那么好 每年分红那么多 这还有普华永道 给他背书 对吧 给他省计啊 你看这公司多好啊 所以他就买恒大的股票 买了之后 他就跟那个刘暖雄一样 他不是恒大的二股东吗 买了大量上百亿的恒大的股票 结果恒大一路跌到三块 他看好啊 他认为这个恒大是叫超跌啊 那现在是投资挖地啊 那更得买啊 所以接着买 恒大跌到两块 那他更得买 跌到一块 还得买 跌到几毛 还得补仓 跟那个普京一样 最后这恒大 徐老板一抓 恒大股票是崩了 这个估计跌他打击非常 包括其他的 比如说那个融创 比股元 股票都一样 他都是十块 多少块跌下了 一路跌啊 他就没弹过 弹一直弹 弹了两块三块 又得往下走 他一直在投资这个 房地产的股票 超配 最后呢 生无可恋 彻底绝望 我记得这个 人大的副校长 原副校长 叫吴小球 他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 就说过了 他说中国的这个基金经理啊 这些投资人呢 水平低就算了 人品还差 就这意思啊 但原话不一定这么说的 你把钱给他去 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高风险的事情 你指着他给你赚钱 本身在这个行情下面 就很难赚钱 基金经理也一样 无论是股市债市 风险都非常大 所以在这个经济形势下 不要有什么理财的念头 存银行就完了 不过咱们还是重申一下啊 就是说你在乱七八糟银行存的钱 你自己判断 如果马上就到期了 那你就等到到期 赶紧转移啊 不要再接着往里存了 但是你也没必要说 我就在这个河南什么村镇银行 存了30万 还没到期呢 我现在提前把它取出来 也没必要 你已经存了 没必要折腾了 反正到时候如果真的出问题了 30万还是能给的 有人说我存工行 我不如买工行的股票 那这是你自己判断 买股票和存是两个概念 股票赔了可没人管 买股票还是投资啊 这个谁都说不好 有人不是跑到这个香港去开户吗 到香港去存钱 或者是买理财 这个我是建议啊 大家小心 就是你连国内还没整米卖呢 你跑到香港 那香港是更 就是金融更发达 就是他那些条款了 你估计是 你也不会读完的 你也没那个水平把它读完 这里面坑全在里面 你在国内存着吧 或者理财出了问题吧 你还能维权 反正我不讲理 就是你们的错 香港你要是赔了 你到哪儿去维权去啊 说里面的地方都没有 你又不会研究那些条款 对吧 它里面到处都是坑 所以要慎重 如果你说 我确实研究明白了 那就试试 我是不建议啊 不是说他不好 是你不懂 你不懂 你会想当然的 按自己的那个逻辑去想 但人家不是这意思 你还按这个 咱们内地的这种方式 去理解 那个更发达的那个金融系统 恐怕是会有误会啊 你要在香港理财 或者投资 那个恐怕真正的 是叫风险自担 说一千到一万呢 保住本金 保住本金就是胜利 好 这一节嘛 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